都是我的门诊时期 今天咱们还是回顾耳内镜的操作视频 开头的两个呢 跟以前不太一样 是血块啊 这就是纯血 这就是没事自己掏耳朵 造成了腕道损伤以后的出血 这个血液凝固在腕道里 形成了这种血痂 咱们手擦破以后 这种流的这种血 形成的这种干架 堆积在腕道内 这个东西不处理也可以 不是说非得掉 不是说非得做这种特殊的操作 但有的时候大老远跑来了 要试一下 而且这个掌握的时机要要合适啊 有时候弄的早了 现在太早的底下那个血底下的破损的地方还没长好的时候啊 我说一接的话就整个血又出来了 所以一个是外观的判断另外一个问清楚啊 这个出血的时间大概比较到现在多长时间啊 这两个都是不同人的 这个除了血以外啊 还有一些啊 这个的叮咛组叮咛的成分其实倒不多啊 大部分还都是这种血 这种血混在一块啊 就东西收很多次啊 耳朵里真要有 你自己处理不了啊 必须有这种啊 具有基本医疗操作经验啊 叫医生来处理啊 自己就纯粹是瞎胡闹啊 越弄越麻烦 当然有的时候怎么说呢 说是这样说啊 他这个之前也去别的地儿看过啊 这没弄完 没给他弄出来 搞得挺疼 心里害怕了啊 后来也没再干弄 然后就跑过来 跑过来 我刚开始我说要处理的时候 他有点害怕 那我的意思就是 如果我要都弄不了 那没人能给你弄得了啊 那就咱们试试吧 试试还可以啊 所以这个跟操作的工具 也有很大的关系 肉眼的话判断不了那么准啊 肉眼的话你工具勾枝也好啊 肯定会对外耳道皮肤接触啊 各方面触碰啊都会 刺激性比较大的啊 当时这个出血量真是不少 这个外耳道真破了 出血当时可能感觉很吓人啊 对呼呼 这个肾流出来啊 或者拿面签站出来啊 但其实大可不必啊 最近这个词啊 网上挺流行的 大可不必 外耳道皮肤啊 这里的血管都很细啊 它不太可能会造成什么严重的失血啊 这个是不太会的啊 就有血块堵在外耳道也 没什么大不了的啊 除了有点闷之外 没什么其他危害 最关键的 就先不要自己瞎搞啊 不要自脑拿棉签去蹭了 去站去了 别动 它这个血大概率啊 如果你没有这个凝血方面的问题啊 如果比方有的人确实血液有疾病 或者是说食用的抗 一些抗凝药物啊 那是一回事 那有的时候可能出血时间会确实比较长 我们人体有自身的这种凝血机制啊 一般来讲几分钟啊 里边就干了 它这个形成一种血凝块啊 就会出血会停止 在之后的几天时间内千万别去动它 也就是这个里边老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状态啊 老拿棉签进去擦 一擦就出血 哎呦呦又开始鼓道了 一般到这块呢 皮下面就是骨骼啊 没有一个很好的皮下组织缓冲啊 所以这个肝夹很容易就被碰到 碰掉啊 蹭掉以后有时候 哎今天这个刚才说到一半啊 结果今天导出来的那个视频啊 可能格式各方面不知道哪出的毛病 始终后面还有两个啊 结果一直就没有弄成啊 这我六点多啊 折腾到现在快九点了啊 结果只有前半截那两个血块是今天的 然后剩下的今天的内容就是死活是弄不进去啊 哇这个跟个虫子似的 然后后边还有半截 因为今天时间不够啊 这个就 呃 补了之前的啊 之前在这个电脑硬盘上库存的这个内容 不知道是我这个移动硬盘 出了毛病了 还是 今天这个视频录制格式的时候啊 有问题 这个补了补了之前的啊 叮咛块啊 晚上到的这种小叮咛块 因为这个东西混着有这个毛发啊 猛一看远看跟蚂蚁似的 这个是后半截啊 是之前的旧的那种啊 临时拿出来顶杠吧 不然这交不了拆啊 我估计今天晚上的私信 刚才看了也 私信已经快炸了 好多朋友在催啊 小的叮咛块啊 今天本来还有几个硬菜 结果视频格式出了毛病啊 真是头疼 好吧啊 这个是 也是一个普通的叮咛块啊 清理这个很容易了啊 勾出来 没什么难度的啊 清理掉就完了 这两段是18年的啊 从18年的库存里边 掉了一部分出来了 好最后是一个啊 这个金色麦浪啊 这个是一个 这个也是库存啊 今天后半截全是库存 外耳道的胆指流啊 外耳道胆指流清理后的真菌感染啊 一层这种啊 这真是金色麦浪 他这个 呃 因为外耳道空间比较宽啊 这个上面上股市的外侧臂骨质有破坏啊 他这空间太宽 呃 所以信息在中间抽的过程当中啊 这个麦浪随风飘舞的 呃 情况啊 反倒不如这个 哈哈那些破坏不重的 不明显啊 因为有一些 呃 单纯的真菌性外耳道眼 这个呃 嗯 信息一抽的话 这个麦浪啊 随风飘的很明显啊 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 真菌的指力呢 比较的酥脆啊 这个松软酥脆 夹不住啊 这种上股市外侧臂骨质有破坏啊 这个时候信息吸上去以后 呃 他这种负压对于内耳是有影响的 虽然说 嗯 即便是骨膜完整的 这个负压信息在外耳道清理的时候啊 也会有这种不适啊 就对前听功能的这种啊 刺激 有的人会出现短时的头晕 这个人本来按说是应该是拿信息从头清到尾 但是我估计啊 因为现在记不住了 这个从18年库存里挑出来的 当时用信息的时候 他应该是晕的比较厉害 所以后来就改用 还是用这个小夹子 这样子比较慢啊 但好歹他能够接受 外耳道被撑开了 里边就像 嗯 就打了个气球啊 日积月累把这个气球打盖以后 等一下 这个也是啊 清理完了以后 里边要灌上这个抗真菌的软钩啊 这个打针菌的这个过程好像没路没找着啊 只是只有这个清理的这个过程 跟谭间饼似的啊 这个比较薄 金灿灿啊 面筋啊 这就是咱们 郭老师老说这个面筋啊 这个外耳道 胆脂瘤啊 破坏外耳道皮肤骨骼以后啊 这个外耳道皮肤的 防御功能下降 所以有一部分 患到胆脂瘤的患者术后 反复出现这种真菌感染啊 还好这一部分的比例不多啊 比较是少数啊 这个玄环症 骨膜的玄环症很典型 然后骨脂有缺损 哎呦今天这个视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